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我们的整理和播报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所发放的新闻 说实话这个AI上场啊我自己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发现这个AI看新闻比我快多了 而且呢整理新闻整理的也比我好 有网友反应啊说久的时候啊还是听人的声音感觉更舒服 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人错别字啊有口音呢不标准呢 我们还可以调侃调侃 你换了一个自证枪权的AI机器人 那我们呢对你指摘的空间就小了很多 看你们姐妹还少了很多娱乐性 同时啊也有网友提啊说这个AI啊虽然呢 哎他整理新闻整理的很快播报的也好 但是呢总是感觉缺了一点人的温度 因此呢你们几个暂时职位还要安全 听完AI这一段自证枪权的播报 再来听一听你们南枪走调的啊这样的一些评念啊 所以呢今天首先先请出南枪走调的这个和平先生 还有呢已经很自证枪权的Eric啊 给我们讲一讲过去几个小时里面 你们最关注到的新闻是什么 过去几个小时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新闻 除了调侃这个美国的第一夫人和第二 富男 第二叫什么 第二先生 对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开始的一个一个镜头 大家最热整 可见美国人也高手不到哪里去啊 这样一个镜头啊视角所产生的一个效果 大家路子不疲人多少都有一点意义的这么一种心理 第二个当然我们继续关心这个土耳其和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地震 仍然在死亡的人数在继续的这个增加 但是我今天早上开心的你们不要给我们援助了我们这个这个 现在空间非常有限我都搞不清楚因为每一次发生这种灾难的时候 很多的国家实际上在现场都是非常的混乱 爱心援助从全球各地而来一下子的这个物流啊 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不过我看他利用我一份 比较有一点温馨的 一种感觉就是 台湾 和中国大陆的救援队 都真心赶到这个现场 这样一种感觉我是 觉得非常好 就是 中国人的这种爱心其实是从来是不残缺的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 也是比较搞笑 这个英国在这个文明的过程中间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性的一个国家 但是有时候他的这种高调和他的实力吧 实在相差太大 所以他做起动作起来吧 就是显得比较荒妙啊 比如说中国的这个CCTV 对吧 在这个一个记者 在这个叫什么地方啊 在英国 扶作惠为对吧 去伤害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英国人 后来那个事情也不了了之对吧 然后中国的外交官 居然在 英国的领土上 去伤害那些和平的抗议者 这个事情 也不了了之 现在再来一个方唐的 被这个 这个英国最近搞得非常高调的 这个中国的新疆问题被 上升为一个种族灭结的这样一个行为 英国注意邀请 新疆的区政府主席 来访问 哎呀 我觉得这些行为和你的高调是不是太不疲惫了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值钱 把那个殴打这个 英国居民的抗议者的这个 这个外交官给出头啊 你为什么到这里做不到啊 对吧 你现在要求新疆一个什么 公司的老板来访问 觉得还可以 你至于要求新疆区政府主席来访问 我觉得 我不是说这个主席不应该来访问 我也不是说这个主席 这个新疆 不应该就新疆的问题直接跟西方进行沟通 这是我主张的 我认为就是应该沟通 你只会是把新疆给灭了 否则的话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但是问题是 英国你帐门跳得这么高 而且这个新疆主席啊 是你的老个门美国宣布制裁的一个 一个对象啊 你怎么办呀 对吧 你们又是无眼联盟 那么你这个要不要 要不要把他引渡过来啊 然后美国的这个政客 这个时候要赶紧跟英国打电话 你们怎么会邀请他呢 对吧 所以这个里面下个星期呀 这个之前呢 这个又会变成一个国际人群界的一个话题 也会变成一个美国政客 暴跳雨来的一个动作 对吧 英国的这个政府 你到底应该怎么办 对吧 全世界的各地的 新疆的人群活动分子 这又是找到一个新的支点 而且他近日可能还不只是到英国访问 还到别的国家来访问 这个又会变成一个呢 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事情 另外就是我 也 非常关注的就是武汉的民众的抗议 武汉的民众的抗议为什么这么重要 重要的原因 一方面 固然是有涉及到这么多的市民的 他们的医保的 得不到更好的保障 还不行 反而把它降低 这就已经叫人愤怒了 我认为这个事情的最重要的意义是 就是揭开了中国的这个社会和政治 极其肮脏 极其可耻 但是有极其虚伪的一个 面向 那就是 老百姓和官员之间 他们的 这个待遇之差 不要说你在任上 你说你是市委书记 你是市长 你是局长 可能你享受的这个待遇啊 比老百姓高一点 这也没什么 比如说在美国在哪个国家可能都一样 是不是 但是呢 你退下来以后 你的待遇之源 跟这个老百姓相差这么大 有一些人啊 真心恐吓到了最后的时候 为了让自己由副部级升为部长 那差不多下跪了 对不对 这个你只要给我一个更高的级别 你要我填你的脚 填什么都可以 因为 所谓的级别 有的朋友给我一道名片 享受政治级待遇 享受政治级待遇 对吧 或者我们经常有一些领导之国上面写了一个 这个 政部级 什么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这个不仅是一种荣耀 不仅是一种权力 同时也是一种待遇啊 你是个部长 你去看一看 你在 这个北京所享受的医疗保健 和一个区长相差的 这个医疗保健有多大的差别 中国政府 有没有胆量 公布你们这样一个 差距名单出来 你告诉我 中国的科长 这个 医保 中国的局长 副部长 省长 省委书记 军长 什么级别 什么待遇 住的什么房子 用的什么汽车 看的什么医生 用的什么药 装什么装啊 从一样开始 不是 从井戈山开始 腐霸就没有停止过 这个很可悲啊 对 他是以一个 消除阶级差别 消除等级 消除 贵族 消除阶层差别 这样一个理想 起家的一个革命 最后的结果呢 是他 有一本书 我忘了叫名字 形成一个新贵族 就是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 最后的结果 一开始就这样 对 所以这个是有的时候你去想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是很可悲的你去追求一个东西但实际上有个根里面的东西我总觉得是文化上面的东西 会让你 摆脱不了你不管是追求什么东西最后还是回到你原始的那个东西 这是很可悲的一个 历史上很少有伟人 所以华盛顿这样的人为什么不会 真成为伟人 对吧 你就想想他也是把老的放在裤腰袋里面 冒革命啊 几个月以前我还去跑过他当年打游击战的那些地方 那地方就是情三恶水呀 当然现在你可以看起来说 哎呀这个风景很幽美 实际上是情三恶水呀 几度都要失败的 几度多少人叛变 他的那个游击队连枪都没有 就是跟红军那个待遇差不多 枪也没有 饭也没有 衣服也没有 帐篷也没有 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去跟英国人打仗 他确实也是 老何讲的 脑袋憋在裤腰道上 所以呢就但是你只有这么一个国府啊 多数的人都是现实的 多数人说什么闹革命啊 闹革命就是分田地 就是分东西 爬位置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待遇 叫 用了个标题 叫武汉人上街撕开了 退休待遇官民 差距 你看到没有 就是巨大的距 这个东西我认为老百姓应该继续地闹下去 应该继续地去追究 中国的公务员 中国的官员 为什么你们的退休待遇 跟老百姓差距如此巨大 你们丢不丢脸 你们要不要做人 你们还要不要这样欺骗百姓下去 如果你们要做一个正常的真正受人尊敬的人 你们首先要把自己的退休待遇回到正常的起点 我告诉大家 哪一个单位上 最不好当的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后勤部门 后勤部门就分配你这些官员们的待遇 经常为了这个事情打得头部泄流 你们这些所谓的区长 哪里有什么脸面呀 为了待遇 不会比老百姓 更要脸 我可以跟你这么说 很多的老干部 就是 不怕 就是官员 最怕得罪了 得罪一点 稍微给了一点点待遇 他们就开始闹杀 闹起事呢 比对付老百姓还难对付 那你现在老百姓为了几十块钱 为了几十块钱 都要上街出抗议 对吧 你们 你们有几个官员 说我们为了抽薪 我们把待遇给降低一点 我认识太多的老干部了 退休的也好 离休的也好 他们私底下说 最痛苦的事情就潜伐不完 最痛苦的事情就并没有那么多 嗯嗯嗯 是吧 哎呀 这个是叫我很生气的话题 继续 还没记得话题 谢谢 谢谢和平先生的介绍 那么讲完了 今天跟中国相关的话题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 其实是现在啊 爆炸性的一件大事 北溪管道 竟然是美国人炸的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到一个新闻的时候 首先需要关注几点 就是这个新闻的来源出处是谁 是谁进行的书写 报道引述了哪些例证 这样一个新闻一出啊可以说各方反应不一 那么美国的各个部门呢是对于记者的这一篇文章啊 进行了非常多的否认 而中国的一众媒体呢则是狂欢啊认为呢 这一次终于发现了整个战争的导火索和幕后真正的黑手 但是从看新闻的角度来讲啊 这个报道是谁写的 他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记者 这报道一出啊最开始呢 我下意识的就去看这个记者是谁 一看到这个名字啊 西蒙赫什 叫赫什 跟我们吃的这个巧克力名字非常的像 我呢就是既增加了对这一篇报道的可信性 同时呢也让我对这一篇报道的可信性多了几分怀疑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首先说西蒙赫什本人是美国一位非常著名的资深的调查记者 他呢曾经是普利策奖的获得者 同时呢也是啊这个我们知道普利策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奖 同时呢也是很多代表就是公众媒体和新闻自由的奖项的获得者 比如啊 山木亚当斯的诚信奖啊 莱比锡媒体自由奖啊 这个李登霍尔勇气奖等等等等 是因为非常业内非常受人尊敬的媒体人 而从这些奖项中呢 我们也大概能够猜到这一位作者 他的主要调查方向是什么 就是他揭露政府的不当行为 要说他一炮成名的作品啊 其实是呢 他在1969年的时候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其中呢就揭露了当时的美军在南越犯下的罪行啊 美来大屠杀 美国在越战期间对于手无寸体的南越平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他们详细的揭露了整件事情背后的啊这个指挥面 并且呢直指当时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政府 在出现这样的事情之后啊 那么当时呢有关于尼克松和基辛格必须下台的呼声非常之高 又传言说啊赫什自己呢是登上了国家安全局的观察名单啊 当然了这一点呢还有待考证到底是是不是他的确是上了国家安全团的这样一个观察 甚至有人说是暗杀名单啊 那么呢当时呢这一篇报道在整个美国啊可以说呢是啊 导致了舆论的大风浪也被认为呢是让越战啊走向啊不光明的终结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而不仅仅是揭露美国政府在越战期间的罪行 在啊美美军在伊拉克的时候涉嫌言行逼供 对于囚犯进行恶行对于图对于囚犯进行啊我们叫做言言行逼控这样的行为也是由赫什首先披露出的 而其中呢美军接受了以色列人的大笔捐款在伊朗收集情报摧毁伊朗核设施等等等等的报道 也是让他呢一次又一次的建立了一个自己非常有勇气揭露美国政府恶行的啊这样一位记者的声誉 但是呢他本人也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争议的来源就是他说 引用的这些消息来源有的时候呢非常准确但是有的时候呢有让人觉得非常匪夷所思 同时呢他也有伪造证据的历史比如在揭露肯尼迪和梦露的过往的时候呢 后来被人发现其中很多绯闻的细节啊实际上是他我们叫做天油加醋可能是为了裹眼球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被真实的消息人所误导 报道了很多肯尼迪和梦露绯闻中并不存在的事实 而由于他一直揭露美国政府的作为呢也很容易引起他是不是被其他国家的政府所利用 甚至被故意喂料啊某些反美的机构来成为了另外啊某一种政府的帮凶 这呢也是他备受争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 但是呢现在由他透露出了是美国啊在炸毁北溪管道幕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这一篇报道 还是引起了很多部门的注意最开心的当然是俄罗斯有关方面要求美国必须就这一件事情进行表态 而如果是按照赫什这一根报道中呢那么当时制定这个计划的核心成员来自美国多个部门包括参谋长临席会议啊中情局国务院和财政部等等等等 在白宫顶层有个叫外国顾问情报委员会的办公室进行了首次会议等等等等 那么呢这几个部门呢也先后出来发了声明说记者的报道根本不实 其实看到这里我是有点怀疑的啊如果他能够清楚的了解到啊有这么多部门的成员参与了一个会议 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些部门里面没有一个人向媒体透露任何消息啊因为我们知道越是机密的会议越是在越小的圈子里面来开 那如果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决定干嘛把多个部门都集合在一起而且说的有名有姓有地点有人物来参与啊 这能让我增加了对这一篇报道的可疑性 但是整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听一听Eric的分析 对于这一个记者的这一篇报道以及各方的反应Eric你这边观察到了哪些要点 我首先要说这个李奇讲的这个思维方式很重要就是怎么去破除一个阴谋论 怎么去建立一个理性的思维方式就是现在的这种情况下 现在的这个社会结构下面你要想搞一个阴谋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会涉及到很多很多的人这些人没有一个出来爆料 没有一个出来跟你讲这就本身就是很很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记者一个人他就可以拿到这么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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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资料 他我看了他整天的这个这个报道这个报道并不长 然后他里面其实只提到了一个信息来源 就他就很简单的讲了一个source就是我有一个信息来源 这个信息来源是怎么回事 我从哪些渠道知道的消息一概不知 所以这个就很让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能拿到这些信息 所有他这个计划是个很大的一个计划 所有参与的这计划的人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这事点一点这个事 那么他这个报道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他讲的说美国很早在2021年就就这个这个12月份就就准备了 就俄欧开战之前就说啊这个事是谁谁在说呢 是白宫的安全顾问助理叫杰克苏里文 找了一帮人说哎 我们应该在这个北溪管道上安个炸弹 以防不时之需 好 然后那么这个管道的海域呢是被监控的 是是是这个呃不是那么容易下去的啊 那么他们就以这个呃当时的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军事演习为掩护 美军的潜水员就下去把这个炸弹给安了 但是安了以后呢你又不能让他爆炸对吧 那么你又不能你又不能设置一个长期的定时炸弹 因为你也不知道到时候时局会怎么去发展 那怎么引爆这个炸弹就成了一个问题 呃我们知道北溪管道的话在海底一百多米呢 这无线电波是很难达到那个地方的怎么办呢 他们说好 我们就采用一个声波引爆 就是说到时候我想爆的时候呢 我就在这个海面上丢一个叫声纳这个发射器 发出一种低频的声波 这个声波传到海底 然后就引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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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弹 这个就让我觉得有点有点不可思议 因为这个声波在海底的话是非常复杂的 非常容易这个引起误报 呃这种事情呢在二战的时候发生过 德国就曾经这个布置了很多水雷封也是封锁北海 但是这个水雷就莫名其妙的自爆 这个水雷的这个触爆呢就是用声音 就是看听到这个传着螺旋桨的声音啊 或者怎么样就他就自爆 结果呢海底有一种瞎发出的频率和这个和这个水雷的引爆的 这个这个声波的频率差不多 就让这些水雷莫名其妙的就自爆 所以这个声波在海底的环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你你怎么能够呃那么那么那么保证 就是说他不会误报呢 因为这个事情本身他的政治风险极大 这是德国的财产呢 就是你你把这个德国的管道炸了 不仅说你在世界上丢脸 你把所有盟友全部得罪了 据他这个报道来讲 这事就是美国和挪威两个国家偷偷干的 其他国家都不知道 这个冒的政治风险太大了 这么大政治风险的话 你还用这么不可不靠谱的一个声波引爆的方式 来来来来来起报 那叠加起来这个风险就太大了 我觉得一般政治家不敢这样去做 还有一个就是你不是要在海面上丢这个声纳发射器吗 丢完了以后呢 你这个声纳浮标到哪去了呢 对吧 你你如果海面上有这样一个声纳浮标 不是现成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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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吗 那你后来又是怎么去回收的这个声纳浮标呢 对吧 而且你这个还需要飞机当时在爆炸之前几个小时从那个区域飞过 这些都会引起都会留下痕迹的 所以你到底是这个就感觉就是这个这个呃不靠谱的东西太多 所以呃我觉得有一个思维方式就是说 你如果如果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的话 你一定要有很扎实的这个一定要有很扎实的证据 一定要有很自洽的一个证据 说出来要要比较让人让人信服的这样的东西 呃所以我不敢现在讲说这个报道一定是错的一定是假的 他也可能是真的 但是就目前他提供的资料和他发布的这个平台 他发布的这个平台叫substack 这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平台 什么人在上面发布消息呢 那些什么反疫苗的呀 阴谋论啊 什么班农啊 这些人在这个这个这个平台 这个这个这点要要纠正一下啊 这个substack呢 实际上是一个新闻性平台 那么这个新闻性平台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平台本身不对作者的言论负责任 既有像刚才Eric所说的一些这个边缘人物在上面发布消息 但同时也有一系列非常著名的从诺贝尔获奖者 一直到自身媒体的记者 现在呢在这个新闻性平台上来发表内容 但是Eric点出了很关键的一点 这种内容自产平台 他和传统媒体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没有总编辑这个角色 什么样的这个这个消息能够发出来 那完全呢是由作者自身来负责的 而substack所采取的这种订阅模式啊 现在成为了新闻界的一个热点 他呢也是变成了一个 我们叫做身家上数亿美元的一个新媒体的一个展药的一个新兴 当然了类似这样的问题 包括刚才Eric所说的反疫苗的人和右翼 在这个平台上散播的言论 也让这个平台呢近期成了一些社会话题争议的焦点 但是呢substack这个平台啊 其实是新媒体创业成功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范例 那我和和平先生平时有很多的观察 和平先生你要不要讲几句 Eric和你讲的已经非常充分了啊 但是呢我既没有看报导啊也不想去做分析 我只有几点啊基本的思考方式 第一这样一个事情公然就就没有西方 尤其是美国北约就没有去追杀一下 北约啊北七这个东西是怎么爆炸的 听说不是北欧有国家已经做了调查吗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公布这个情况呢 这个就是他能够生存就是这种报道能够生存的一个 这就是一个问题的根本所在 谁要试图掩格这个事情的真相 不管这个人是谁 为什么 西方是如此冷淡这个事情的真相 这是事情的第一个 疑点 第二 这位组者 他不管发生在什么平台 他是一个有非方历史的 因为普洛特讲的这个逮捕 所以增加了这个话题的 可以讨论性 要么是别的 我们的讨论都不讨论 所以我今天早上看到白宫啊 这个他们很 很气急八化 就是说 车头车尾的访念 胡说八道 这件事情的辩识啊 我们不像艾瑞凯特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 我一点都没有做 一点都没有做 所以我只是抽象的 笼统的做一个概括 这个事情大有文章 如果 这位老人家 他最终的揭露得到更多的人的追踪 了解 这个事情也许呢 慢慢真相就浮现出来 而不是他调查的某些 漏洞啊 缺失啊 像艾瑞凯特刚才讲的这个东西 他都有企团的方式来掩盖 那并不等于 别人有真相就一定被披露啊 好像刚才李奇博社讲的这个观点嘛 我未必认同这一点 那我认为有些真理 有些真相 就是掌握在极个别手中 当年美军在这个 越南的 辅助辉为 祖私 腐败 这个 烂杀 这个民众 很长时间都被掩盖了 所以ABC的记者 还有当时候的纽约时报的记者苏列茨 还有这个早一段时间在澳大利亚去世的摄影家 还有刚刚讲的这一位 正是因为这些勇敢的美国的媒体人 就撕开了所谓的 正义的那一幕 然后让民众 慢慢知道了这个真相 所以我不轻了一句 否定 这个美国政府的说法 我更不轻了一句 否定这位 令人尊重的记者的这个调查 让这个情况继续 发挥一下 也许几天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老人家 承受一响 也许几天之后 有人说 我出来作证一下 所以有太多的因素 我不了解了 所以我就是 等待着更多的政治出来 我补充一下这个 这个 Substack 李奇觉得他是个很可靠的媒体 这个我没有说他很可靠媒体 我正好说的是相反 他不是一个媒体 是一个自产平台 他是个平台 他和这个推特和Facebook 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推特和Facebook 都有一些审 审查机制 比如说你虚假的疫苗报道 或者说 这样特别惊悚的报道 他是不给你放的 或者说放了以后很快就会删除的 但是Substack 他是没有的 Substack是有的 Substack是有的 之前有反疫苗人士 在商言发表了有关的文章 然后呢 在第一时间被平台 下架 当时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对 所以像这样的报道 他就能够上去 所以 他发布的平台 比如说他这个为什么不到这个Facebook上发布 为什么不到推特上去发布 都是有这样的原因 另外呢 这个跟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本身这个平台 现在是变成是很多独立媒体人 那我们知道独立媒体人 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呢 有一个很 之前的盈利模式 帮我说我是作为一个自由共稿人 我向媒体撞稿 但是媒体撞稿 实际上第一 并不建立自己的品牌 建立的是媒体的品牌 第二呢 就是其实收入并不高 那我们非常熟悉的 比如说丽宁章的这个 一个在华盛顿的中国问题观察专家 他的新闻信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发表的 而且他是这个平台最早的投资人 也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者之一 那么其他我们有很多非常尊敬的一个作者 都在这个平台上 这个平台本身 我建议是Eric多了解一些 不是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 实际上是现在优质新闻产品的一个样板 那么这个平台的创始人其中一位呢 是非常资深的一个媒体人啊 那么他曾经是写谁的传记的这样的一个 以写谁的传记而著名的就是伊隆马斯克 他本人和马斯克呢也陷入了这个这个 后来的这样的一些纠纷之中啊 就是他在书中披露了马斯克并不喜欢的一些消息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有机会的话 我们在台下可以讲一讲啊 但是有关于这个平台 我建议Eric多了解一下 我想说明一下 我这我觉得我被误解了 我想说明一下就是 每一个社交媒体平台都有审查的这个bar 都有审查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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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也有这个这个bar 但是substack被批评的最多的 就是他审查的这个bar非常低 谁都可以发表 OK你反疫苗他也不管 你你你你说这个他是下架了很多阴谋论人士的 我知道但是但是相比之下 我是指的相比 在Facebook也好 在推特也好 相比之下 substack是最自由的一个平台 什么的言论都可以发 是这样所以你要是发在这个平台我们这个问题再讨论吧 其实不是你想象的 好另外 我们再来看到下面 我再说一下 我们讨论有关于气球的问题 这是另外一个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让我说一下话 李奇对不起让我说一下话 这个这个作者啊 大家可能都觉得他是个伟大的作者 没错他年轻的时候确实揭露了很多 这个内幕 也像这个李奇讲的他也 采过一些泥 报道了肯尼迪这样的事情 最近啊 我觉得他年纪越来越大以后 他报的很多事情非常有趣 大家可以 听一听他报了些什么 他说 奥巴马政府在杀这个本拉登之 的时候 有好多地方是撒谎的 本拉登的离体也不在了 怎么怎么样 还有这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 那么多 电视镜头都显示出 那个那个受伤者是怎么样 他也说是假的 那些都是伪造的 所以这个人近期他已经86岁了 马上86岁了 他近期报的很多东西 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这一次报这个东西的话 确实我不能说他完全错 但是大家可以综合他以前的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表现 来大家自己去做这样的判断 这么大一件事情 凭什么他会知道 而且拿出来的证据的话 并不是太多 所以 一个科学的思维方式就是 非凡的指控一定要非凡的证据 在没有证据之前 我们是不敢说 马上去相信 他报的这么大一件事情 好 这就是我想说的 对 一般美国的大新闻 出来有一个特点 有的时候是独立的记者领先 然后有更多的媒体跟进 但更多的媒体跟进的时候 这些媒体就会有更严格的审查标准 到底哪一些信息来源是否可靠 信息来源是不是 我们在这个新闻室里要经过 经过这样的一个证实 或者是的确可信的来源 等等等等 那么现在呢 既然是爆出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这个作者呢有一定的历史认证程度 相信更多媒体会继续跟进 更多的科学家以及军事方面的专家 也会对他所提供的信息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证实或者是证伪 那么相信不久的未来 我们会得到新的消息 今天节目继续下一个环节 还有另外一个未解之谜 就是中国的间谍气球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陆续看到更多的消息 首先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这一个中国气球上到底装备了哪一些电子检验设施呢 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间谍 的间谍气球呢 那么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这一篇独家报道 这个气球呢 它上面配备的是可能用于收集通讯的天线 诶 那么有关美国官员在向华尔街日报揭露消息的时候呢 说这个气球上面有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电池板为什么在这个气球上呢 说呢这个气球上的太阳能电池板 可能为其他收集情报的传感器进行供电 同时啊 这个气球的制造商与中国的军方有直接的联系 同时呢中国方面一直说啊 说这个气球呢只是一个民用的飞船 并且呢对于美国击落气球一事 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和谴责 来自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呢 则引述专家的观点说啊 说这一个监视飞艇可能不是由解放军直接控制的 但是呢可能是由战略支援部队进行操作的 战略支援部队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 以后我们等何明先生来介绍啊 那么同时呢他们认为呀 这个气球呢可能是中国庞大的电子间接系统的一个部分 即使这个气球是一个气象气球 比如他收集关于气流以及温度和湿度的数据 但是呢这些数据在军事上有用 如果中国发射导弹的话呢 那么这些大气信息可以帮助提高中国发射导弹的精确度 因此呢他可能是对于中国军事目标的某一种 我们叫协助啊 并不直接是军事间谍 这个这个这个啊这样的一个气球 但是呢又与中国军方可能进行的活动有密切紧密的联系 那么同时呢来自纽约时报的观点呢 也对于中国近期在气球方面的发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与其中提到中国军方的科学家呢 一直在新材料和新技术方面有很多的研究项目 希望呢让气球更加耐用 同时呢在风向出现一转的时候呢 更容易转向更能够精确的发现和跟踪目标等等等等 而中国军方的研究人员呢一直在测试 如果把气球作为一个潜在的空中平台发售武器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诶 那我们首先先请何明先生来评论一下啊 气球来自战略支援部队这个消息 你怎么认为战略支援部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 艾瑞克可能比我更有专业性的研究啊 他一天到晚呆在办公室都说看着是黑材料 哈哈哈哈 黑草了好 你先讲一讲然后我再来这个肤浅的评点一下 呃这个谈不上就说现在美国军方的检测呢是认为它是一个 其实我们刚刚一早上我就跟小杨在讨论你看到没有 嗯嗯嗯就是它很可能是一个间谍气球它收集的因为气球在他们还翻出了以前这个解放军的一个杂志里面专门提到就是要大力的发展这个气球技术 因为气球相比于卫星的话他离地面比较近啊他有几个好处第一个他收集这个呃地面通讯信号会比较比卫星要好得多呃还有一个就是收集这个地面的辐射的情况会好得多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和卫星不一样卫星的轨道我是可以监测的监测得到的就是卫星有的是他是必须要绕着地球转有的时候他不在的时候我可以做这卫星的监测是有盲区的但是这个气球呢是没有规律的 我随时跑到你上空来哎你体积还很小你可能还发现不了我你一看还就是个可能是个气象气球所以这个的隐蔽性比较好所以呃美国军方的话说他最近发的一个报告说中国在五个大洲包括欧洲亚洲大洋洲美洲南美洲北美洲就都有这样的气球这可能是美国军方的呃就是中国军方的一项行动这个也是呃我们现在只能听这些发言人的这些讲话呃是真是假的 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官方检测的呃这个结果它的可信度是相对比较高的呃我比较反对阴谋论就是好像觉得呃美国政府在搞一个大阴谋他们在他们在说谎美国政府会不会说谎会的美国军方也会说谎的 但是呢在现代技术下面这种说谎和阴谋论的可能性是越来越低的因为他们会承受一些后果呃现在的情况基本上就这样我比较纳闷的就是说现在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的军方或者说他的这些气球的操纵操纵方可能和政府有点脱节 有一些报道说这个左手打了右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么因为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他们都希望改善美中关系的布林肯马上要防美这是个很好的奇迹改善美中关系的这个时候你闹这么一出大家就有点莫名其妙什么意思就是你 这是你中国政府的意思不希望布林肯来访华吗不太懂这个要听和平的老何的介绍 其实啊在过去48小时啊有一个很大的乌龙或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笑点就是班农总统在这个国庆咨诺的时候说 哈哈需要这个习近平那个位置对吧那有点看了以后很亢奋了对吧需要对吧那么一个独裁者那么住在一个火山口 是不是啊 我昨天晚上就做点点今天事说 谁不要这个位置 我问的问题是 谁不要 谁不要这个位置啊 多少人在羡慕这么一个位置 对吧权力那么大 把国家搞得那么强 让美国老都现在气死了 对吧 那说明他很厉害啊 如果他根本是那么悲惨 一个堂堂的国庆咨诺 你需要 拜登总统去说 点名这个习近平吗 他怎么不点这个古巴呀 怎么不点 娱乐月娜呀 要点出习近平呀 可见习近平是在他 心中里面最大的痛 痛点嘛 至少是 所以我们呢分析这个气球也好 分析这个北析也好 有很多污染的东西 有很多事事而非的东西 大家作为很认真的证据在讲 比如说 西方的这几天的报道 普方作用东平西净 仔细 一看 没什么证据 不仔细一看 证据一大堆 无非不过是 罗列一些 中国的官方的报道 说了气球是要发展成为间谍的 对吧 那中国的 这个类似的文章 用其他的工具来作为间谍 他多了去了 对吧 另外就引述一些 莫名其妙的 军事专家 讲得好像跟真的一样的 但是跟真实的这个现实 是怎么样呢 我们并不知道 即使这个地方有好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中国政府 如果你说 这是气象 而不是的 侦探 那你就展示出来 你这个气球在哪里发射的 谁在操纵的 对吧 你告诉我啊 比如说是福建 一个什么公司 或者是你的气象局 对吧 你的气象局你的气象部门 或者是什么研究机构 因为中国人喜欢拍视频嘛 中国人喜欢拍照片嘛 什么都做记录嘛 不可能这个东西没有完整记录 所以请你把 这个 气球的 整个从制造发射过程公布于天下 你别整的开机者会否定美国的报道 你就拿着自己有力的东西出来说明 那么这可以了吗 对不对 但是何明先生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啊 如果是从纽约时报这篇报道来看呢 这个气球可能收集的是气象信息 他收集的是湿度和气流的数据 这个气球可能跟中国军方没有关系 他属于他的制造来自另外一个 一个 战略支援部队 但是呢美国的专家分析认为了 如果中国真的是要进行军事行动发射导弹 那这些大气信息可以帮助提高中国发射导弹的准确度 这样的一个情况 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种推理是等于是没有意义的 就像中国的电力可以帮助共军攻打台湾一样的 那你说这个电有没有在呢 你说这个企业跟军方有关系 那我告诉你 中国有几个企业跟军方 可以避免关系啊 对吧 对吧 美国不也一样吗 准备迎合 那是美国真是继续能够保持 进步的 很关键性的因素啊 中国以前解放中搞了一个封闭体系 后来发现不行了 所以把文贡团拆掉为什么 反正你们所有的女的都是我们的文贡团团 我们需要你去 到前世为望就为望我这是开玩笑了 对吧 就是说 他就发现一个更广阔的市场 长 就是军民迎合 这个恰恰学在美国的 不是 不是学在这个俄罗斯的 对不对 俄罗斯这是一个非常傻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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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业体系 所以我首先第1个就是说 中国的官方 你能不能有胆量 专业一点 公布你所掌握的 这个资讯 否则你说我不是间谍 那谁有几个间谍承认自己是间谍啊 尤其是对于国家和政府来讲 而且中国政府没有权威性 所以你们开那个记者会能不能来的饮料给我们看一看 没有一种解释就是他根本就没有饮料 那就是一个间谍 不不不我先这么去讲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不是那个我们就没办法去解释了 因为中国政府真的是想掩盖真相是他的习惯 对 第二个是 现在美国方面已经提供他们对于中国气球配备的设备进行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解读 说呢 他配备的是 太阳蒙电纸板 可以为一系列情报传感器供电 所以美国方面提出的解释也是比较模糊的 中国方面如果是能够提出 对呀 一个是美国方面提出的这些政治 根本就是事实而非的嘛 你就说说有几个东西他不传递信息呀不传递信息我怎么收集情报啊 我不搞太阳能的话我怎么能持续运行呢 对不对 另外就是什么叫时空 对吧 时空是在一个巨大的空气的一个巨大的流动之下你完全原来的 器皿失去方向 我今天看纽约时报是哪个报纸说 引述一个什么台湾专家说 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他说那个 那个叫 这个方向是肯定可以控制的 只有速度不能控制 这句话听起来呀 好专业啊 实际上 是什么专业啊 你连这个 这个人造 人什么架组的这个行业 在极度之下你都可能控制不了 对不对那气球体积那么大 对吧如果在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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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的方向之下 在某点空气之下 时空是可能的 所以很多的报道都是事实而非 美国现在这个事情呢一方面做到很高调 跟40个国家通报 还有这个球那个球 对吧这个然后呢还用匿名官员 跟这个媒体那个媒体泄露 说是有专事的东西 那为什么就开个计券会呢 对吧 开个计券会把这个展现出来 二十项政治你不能事事而非的随便上一个太阳板 就是这个政治嘛 试一试 看一看当年的冷战时候 记得那个间调桥吗 对吧 美国方面平民否定平民否定 黑老校服就故意满了一下了美国 对吧 认为让美国误以为呀 他们没有掌握这个技术 实际上苏联当时已经掌握了 美国这边赶紧行不行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人家把它揭露出来了 若干净也后再出现了这么一个惊心动魄的 互相换建设的这种行为 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跟大家讲啊 当成小说看 不管是哪一个方面讲的 只会他拉着一个硬的证据大家专业人士 公开的专家 在后面认定说你中国政府讲的没有道理 就是间谍 或者中国政府讲的有道理是间谍 美国政府也是一样的 否则的话这是政治宣传 但是有几个事情我们还要继续讨论 第一个是 你注意到拜登总统 似乎要为这个事情降温 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全民官方大家高兴对不对 可以保卫美国 谁还你美国没有能力保 保护美国吗 没有人还你这一点吗 但是居然调动这么大的一个部队 打下一个气球 让老百姓康复一把 我觉得作为一个政客的宣传 他已经达到了 这个我想说明一下 这个是由美国国情决定的 美国军方 美国军方和美国政府 不想把这事闹大 因为美国军方和美国政府 早就知道中国有很多气球过来 这个是从 这个是从这个 川普时代就已经开始就建立了 这样一个监控体系 他确实有气球过来 然后美国军方基本上态度就认为这种气球 侦查的话 危险性不大 他当时觉得危险性不大 然后就没有必要把这事闹得很大 因为他会形成一个外交事件 就让他走就让他走吧 而且以前的中国气球在美国上空呆 停留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大家就把这事冷淡处理就完了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美国国防部说 这个川普时期就有三个气球过来 川普听吓一跳 川普马上跳出来说 我从来没得到过这个这个报道 确实美国军方那个时候根本就不向政府报 那么这次为什么闹得那么大呢 是民间先闹起来的 民间发现了这个气球 这个气球在这一次在美国上空待的时间太长 而且他在一个敏感地区待的时间比较长 被民间的小报给翻出来以后 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他就受不了了 他一说你这个气球哪来的 对吧 那逼着你美国政府就要表态 你打不打外国的气球来了 你打不打 美国政府是不太敢撒谎的 在这个上面 不敢说这个气球不是中国的 这是气球是我们自己的 他不敢做这样的事 因为他也怕以后有人把事捅出来 这个才是这件事情 之所以闹大的原因 这个是和美国的民主体制有关的 而不是说美国政府想拿这事闹 我前面讲了 美国政府也好 你听我讲完 美国政府也好 中国政府也好 都想改善 美中关系 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下 没有谁想把事闹大 但是在美国的政体下 如果拜登政府 把头往沙子里一埋 说我不管 这事我不管 共和党能把 能把拜登的家给砸了 明白吧 这就是美国的民主制度 这件事的起因 不是美国政府想 是这样这样去做 而是美国的体制 美国的民情 逼着他必须这样做 除非你撒谎 除非你说那气球不是中国 那气球是我们家的 你不敢砸这个谎的话 你就只能按照美国的 民主的这个国情 来做 这是这件事情整个发酵的过程 我认为Avick讲的不对啊 就是说这个事情不 简单是一个民情 是正开利于民情 而不是民 因为气球会在这里很多次 对吧 然后到上个星期三我们看到的记录是这个 这个拜登总统说把他打下来 那个上老百姓没有 引起 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信息 拜登政府一直不打 一直是美国人要打 然后共和党 因为他没逼 因为这是 在军方看起来是很专业性的一个一个行为 不是对 美国进行一个领空的侵略 如果你真的在美国领空的侵略在阿里萨加就 就应该把他打掉了 这个事情对于美国领空的侵略这是一个事实层面的认定 肯定是侵略 这有什么说的呢 这100% 不是你今天就把他打下来嘛 但是拜登不想打 不想把这事闹大 但是后来舆论 真好是相反的 其实是拜登当时是要军方打下来 在五小大楼提供的是不能打 为什么呢 第一这个气球我们不要以为就是个充气的气球 实际上是钢铁结构的 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尺寸大概是两辆公共车这么大 那如果打气球呢 实际上对于地面可能会造成 意外的人人员伤亡和伤害 所以呢当时其实是军方向拜登建议就是他飞到一个 要么是飞到空空地要么是飞到大西洋上再把他打下来 但是客观上啊美国人看到天底上有一个气球在飞啊 那么很多的这个这个军事爱好者还去拍照片拍照片 卖给通讯社是不是引起了民间更多的对于这件事情的关注 我觉得不打下来客观上是有这方面的效果 但当时的确是拜登要打军方说不要打 拜登要打的原因是因为他受到了公众的压力 受到了共和党方面的压力 你想想拜登为什么要去得罪中国政府 拜登有这个必要去得罪中国政府吗 我们不能进行逻辑推理啊 我们讲的是事实啊 就是说 星期四还是星期五的时候 上个星期 就披露出来了 就是说拜登总统说要把他打下来 星期三的时候 然后军方就说不要打 两个原因 一方面呢 不安全 第二方面呢就是说 这个还不能确定 他就是一个军事的一个仪器 或者是什么 那种 大概类似这样的东西了 如果是你真正的军事 你哪怕是一架灰解把他打下来 也是一样的会在地方造成伤害 所以到了后来由日来由去到了星期六打 我的判断非常简单 就是拜登总统为国情咨文而打 这是我星期五到星期六下的这个标准 国情咨文他也是为民众 他就是营合民意 对对对 煽动民意 营合民意 对对对 营合民意 而不是要民意来 逼他做这个事 后来他打的时候还蛮有技术的 就是 不是在公海上 还是在这个近海 在美国的领空范围之内打这个东西 我们再来讲一讲 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刚才 李吉博士问的话题 就是说 这个中国的 叫战略支援部队 这个部队呢 是2015年 由多个部队 组合而成的一个星期部队 它的主要功能简单的说就是星期情报 星期情报 太空啊 电子啊 甚至包括气球啊 多种方式来搜集情报 然后提供各个部队来作为这个 作战的这个参考 所以有一些报道说了 这个气球就来自于这个部队 这种可能性呢 也就是联想 没有这个证据 因为联想就是找一份中国的什么破报纸啊 什么这个那些民策的媒体啊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 说气球怎么怎么重要啊 就开始联想在一起了 这个事情 其实以美国的这个监控能力 你把路线公布出来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说这个从加拿大飞过来 加拿大从阿拉斯加飞过来 阿拉斯从俄罗斯飞过来 还是从东北飞过来 东北是从哪个地方飞过来 那个飞行轨迹是很清楚的嘛 你把飞行轨迹一清楚一看 盯着海南 海南哪个地方 南海间带 还是战略部队的一个基地 对吧你现在我们五个都可以把一个东西搞出来 和美国这么伟大的一个军事强的强国呢 我觉得呀 两个国家的政府 你们就老实一点 别玩 宣权 对吧 也不必要为自己辩护 中国政府有道理把证据拿出来 美国政府有道理把证据拿出来 用大家拼命因为这个事情 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个球嘛 对不对 又不是说天大的什么敏感的东西 这个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呢 但是呢 如果你把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人去想 你会发现这事儿就挺大 这是一个民族心理的问题 我们很多这个华裔他依然是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 他站在中国的角度去看 他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你要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去看 这事儿就挺大 你是一个敌对国家的一个探测器 首先第一也不是敌对国家 第二你还不能确定他是军事探测器 美国军方已经明确的讲他是一个军事探测器 所以这样的话 美国政府在哪里讲的 在新闻里面讲非常明确 他就是一个探测器 他说我 他这个发言人讲的说 我想我说的已经不能再明白了 他就是一个探测器 就是一个间谍探测器 而且他讲的非常明白 所以 这个你从美国老百姓的心里来讲的话 他就会 你看不是刚才发的放的一些图片 有很多人去观察 哎呀这个东西怎么来了 我我以前讲过在二战的时候 日本就放过这样的气球 而且当时炸死了六个美国人 对美国的历史上的话 他是有这样的 心理阴影的 你如果站在美国人的角度的话 你一定会觉得 这事 挺大 然后挺大怎么办呢 我的政府还不动 还不打 所以他就压力会越来越大 所以大家 我觉得我比较反对的一个观点就是好像美国政府在挑事 No 美国政府不想挑事 但是美国政府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应对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民主政府 他必须要接受反对党和民意的挑战 他要是不打的话 他这个位置就坐不住 他的报纸就会把他骂死 所以 这个这个地方我想 说明的就是 不是美国政府在挑事 而是美国的这个制度 决定了政府必须要这样去做 我的意见就这样 一位美国的研究中国的学者在过去几 几天里面给我发一条信息 说这是他认为 在美国观察中国最愚蠢的一个礼拜 整个气球事件用他的话说叫做波哈哈 什么叫波哈哈呢 就是 我也不知道确切应该怎么翻译 就是完全是一场闹剧 每一个人都转身变成军事气象专家 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一件事件中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获得了别人所不掌握的情报和能力 那么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呢 现在其实有一个关键的一点 就是这件事情对于中美关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来自彭博社的一篇社论里面说 文章的标题是不应该让气球把布林肯的行程吹落轨道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认为布林肯应该如期访华 不应该破坏美国与中国关系的更广泛的目标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评价呢 第一点就是 实际上的中国在这件事情中的尴尬的让布林肯的谈判中可能有更多的筹码 第二点就是 这件事情本身更凸显了为什么美国和中国必须要有 严肃的高层对话 这样一件事件本身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危机 但是从从掌握的信息来看 美国方面没有在第一时间在中国这里得到可信的回复 华盛顿特别是来自共和党有很多愤怒的吩喊声音 很多政治派别要求对中国进行报复 如果再发生一次类似的事件 那么拜登政府可回旋的空间就越来越少了 一件小事就可能真的朝危险升级的方向发展 另外彭博社的社论认为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重新安排布林肯这一次关键重要的访华破冰之旅 就会变得越来越难 那我们知道中国在三月份有两会 两会的时候你是不能安排外国这样的一位 这个领导人访华的排不开 另外我们也知道麦卡锡很快的春季晚些时候继续去访问台湾了 到时候局势又紧张了 举行这一次建设性的重要会谈的窗口可能就越来越少了 那么彭博社这一篇社论还提出了几个观点 就是中国也应该采取措施来改善两国之间的外交条件 第一呢 就是避免因为击落气球而煽动中国本身的民族 主主义情绪 第二呢就是给美国某一种善意的姿态 比如用于制造芬太尼的这些化学品的出口 中国方面的应该进行更严格的控制 这样的一些举措呢 不是直接的来处理 有关于气球到底是气象气球还是军方间谍气球 还是某一种具有某一种军事意义的气象星球 不来直接解决这样的问题 但是有助于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重新恢复信任 而白宫方面应该做什么呢 横博社这一篇报道认为呀 美国和中国都应该做一点 就是让两国之间其他的关键议程不被气球口水战所吞噬 不管是军方和军方之间更可信的交流渠道 还是经济方面更密切的合作 不应该因为一件气球事件而走向逆途 而同时呢 白宫必须要努力调和原始用华盛顿的狂热 一方面呢再加强联盟再投资美国本身的基础设施 还有呢限制中国获得关键技术方面取得进展 但是同时也要改善中国邻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同时也要加强与中国本身的沟通 而这样的行为是布林肯本人的 我们叫做job description上的关键一项 而他现在应该毫不犹豫的去中国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也想请问何明先生 对于彭博社的这种观点 气球事件结束了但是布林肯应该照样访华你怎么看 我看到了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 在十几个小时他的讲话 他说了 即算是发生了气球的事情 我也要呢 去中国访问 也许从这个意义来讲 这个财政部长是不是先去 中美关系现在最危险的问题 还不是敌对呀 还不是竞争呀 还不是合作 能不能认真一点 能不能严肃一点 建立某一些基本的沟通的框架 对吧 有了这个基本的沟通框架以后 就会减少很多的莫名其妙的 这个误会 然后增加了 这个政治上的这种 未来付出的这个代价 对吧你说美国中方把球打下来了 再给中国打电话 对吧 那为什么不能先告诉你我们准备打了 对吧 还是说中国方面你为什么不早 就跟这个美国说我们一个球要过来拿 请你们注意一下关照一下对不对 那这个整个不一样的对吧 你先兵后礼 这个事情就是 就是 就是欠了几分 第二个是布林肯怎么不去中国呢 对不对 你 美国的国务卿就是 美国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官员 你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元首们安排 这个下一步就政大的事情进行沟通 美国今年要举行亚大金融会议 难道你要了习老大就不过来了 你就要习老大 派李强过来 对不对 所以呢 双方 已经在很多领域里面 不管你喜不喜欢对方 你不合作是不可能的 所以各自 看官我们的观众老神在在一点 不要认为 美国会把中国撕碎 也不要认为 中国一夜之间又会把美国超越 这些梦都少做一点 少听这些 省人听闻的东西 两个国家老老实实做下来 有些事情就必须合作 那至于你们各自去欺骗老百姓 或者是煽动老百姓或者是迎合老百姓 那是你们做的文章 你们看很多东西要学会看这一点 本质上 双方的高层的 只要在一起 他们高兴得很 所以我非常同意你这个看法 就是你顺着你自己的这个逻辑思路往下想 布林肯想不想访华 他太想 美国政府想不想和中国政府搞好关系 太想了 中国政府反过来也是一样 他为什么布林肯不能访华 是因为美国政府去煽动民众吗 美国政府撤保了撑的 他自己和自己作对 他是因为没办法 他在美国的这个民主体制下 他没办法他承受的公众压力太大 他只能做出一个反应 这个这个是我刚才一直在讲的 不要把美国政府去妖魔化 说美国政府在这捣乱 美国军方在这捣乱 不是 他是在这样的美国的民主体制下 他不得不做的 一个表态 布林肯很快会访华 他会找一个 理由来把这事化解掉 很快会访华 但是这个事情布林肯不访华和美国政府把它击落 不是美国政府想做的事情 我这是我想说的一个观点 有的时候现实中发生的事情 就感觉像一出荒诞剧 我们在解释寻找原因的时候 也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讨论和争论 但有的时候小说作品往往比现实更现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直到今天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 为大家特别介绍一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不是别人 正是鲁西迪 大家对于萨尔曼鲁 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 那么他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在美国参加一次输友活动的时候 被极端分子刺伤 伤势非常的严重 后来所幸生命无余 但是本人仍然在恢复之中 因此尽管有一部新书出版 那么他本人的宣传活动 现在是比较低调的 那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本书的名字非常有趣 叫做《胜利之城》 《胜利之城》讲的是什么地方的故事呢 这其实是一个虚构的 在南印度的一个 就是叫南印度王朝历史中的一个环节 可以说是这一位鲁西迪 他们是借脱南亚的一段王朝历史 来讲到他对人类命运兴衰的一些演变的看法 和等等等等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印度史诗 但同时又对现实的特别是伊朗有很多的折射 这一部小说的作者 这个小说中的主人公叫做潘帕 这个潘帕是一个孤女 她在九岁的时候自己的父母就葬身活海 但是她在为自己的父母盗亡的时候得到一位女神 帕尔瓦蒂的这样一种神秘的力量的支援 而这一位叫做帕尔瓦蒂的女神通过附体 给他就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谕 说在这一个神奇伟大的城市会有一个世界奇迹 将延续超过二百年 而你将成为这个城市神迹的 我们叫做叙述者 而之后呢正如印度史诗中一个传统典型的情节一样 就是坟上撒种子 而马上就有楼盘庙宇和宫殿 瞬息破土而出 成了这样的一个强大的王朝 而这部小说呢就此展开讲到了这个王朝的兴衰和跌宕 卫报啊对这篇小说啊有非常高度的评价 其中就说啊 说这个城市呢你可能表面上看来 是在乌托邦在烈火中重生的这样的一个理想化的都市 但实际上呢 它更像是一片海滩 在潮起潮落间被拖拉拽 塑形 而更让人觉得奇怪 也同时特别意味深长的是 每一次这个城市进步的尝试 刚刚有后果 刚刚有成就的时候 就会被遭到破坏 命运无常 那么每一次我们看到 行动会产生结果 但是每一次胜利之后都是失败 而这一座王朝就这样在这样的一个不断牵拉塑形中啊 继续延续这个城市的泪水和辉煌 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那么我们也知道啊这个鲁西迪本人呢 他以他的作品著称 但是啊 他的写作也给他自己带来了生命安全的麻烦 比如他曾经午夜之子在这部小说中啊 对于伊斯兰教的一些描述啊 就让他成为了伊朗当时领导人的教令追杀的对象等等等等 在这一部小说中 他到底怀念的是哪个城市 他叙述的是哪个国家的故事 哪个地方在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动荡和改变中 前进一步又后退一步 不断的被各种各样的力量所塑形 这是这部小说所传达的重点 如果你们还没有读过这部小说的话呢 当然不要着急 因为我们的这个AI团队已经为大家整理并且播报的有关于这一部作品的全部内容 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之后要为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环节 节目最后呢 还是要打赏啊 比较感谢的一些打赏支持我们的朋友 感谢rhythm打赏 感谢天线打赏 感谢艺人打赏 感谢如是我们打赏 感谢宁舍打赏 感谢 打赏 感谢云水打赏 谢谢你们的支持 而如果大家希望为我们的AI机器人团队 增砖天网 希望为他们增加更多算力的话呢 已经按照我们导播在置顶留言区的链接 对于六都世界进行打赏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下面把这个我们的话筒 转回到演播室请导播播出我们节目的后续内容 还有我们的韬哥打赏 别忘了 最后一个韬哥打赏 送鸡腿 这小小六都吃多少鸡腿 你好我是林三木 在读书 频道为您介绍世界著名作家鲁西迪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将更努力为您介绍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是 胜利之城Victory City 英美双级作家鲁西迪 Selman Rushdie 纽约时报编辑选择史诗般的故事 讲述了一个女人将一个幻想中的帝国推入现实 却在几个世纪里被她吞噬的故事来自不客奖得主 国际畅销书作家鲁西迪的超凡想象力 鲁西迪是一位在印度出生的英译美国小说家 他的作品经常将魔幻现实主义与历史小说相结合 主要涉及东方和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 中断和迁移 通常以印度次大陆为背景 印度出生的作家 他的预言是小说通过超现实的人物 忧郁的幽默以及夸张和戏剧性的散文风格 来研究历史和哲学问题 他对敏感的宗教和政治问题的处理 使他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鲁西迪的父亲是印度一个富裕的穆斯林商人 他在拉格比学校和建桥大学接受教育 并在1968年获得历史硕士学位 在19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 他在伦敦从事广告文案工作 这本书《胜利之城》在14世纪印度南部 两个早已被遗忘的亡国之间的一场 无关紧要的战斗中 一个9岁的女孩发生了一场 改变历史进程的神圣遭遇 在目睹了他母亲的死亡后 悲痛欲绝的Pempa Kaplanar 成为一个女神的容器 她开始从女孩的嘴里说出话来 女神赋予她的能力超出了Pempa Kaplanar的理解范围 他告诉她 她将在一座名为Besnaga的伟大城市的崛起中 发挥重要作用胜利之城世界的奇迹 在接下来的250年里 Pempa Kaplanar的生活与Besnaga的生活深深的交织在一起 从她从一代魔法种子中 播种到她以罪人性化的方式毁灭的悲剧 那些当权者的傲慢 在Besnaga及其共鸣的耳边 Pempa Kaplanar试图完成女神为她设定的任务 在一个父权制的世界里给予妇女平等的权利 但所有的故事都有办法离开他们的创造者 Besnaga也不例外 随着岁月的流逝 统治者的到来和离去 战斗的胜利和失败 以及忠诚的转变 Besnaga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 以Pempa Kaplanar为中心的知己 《胜利之城》是对一部古代史诗的精彩翻译 是一部关于爱情 冒险和神话的传奇故事 它本身就证明了讲故事的力量 在15和16世纪 维加亚那加拉帝国覆盖了印度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从一个角度看 它是全球化的现代世界的苗圃 因为它成为艺术和新思想的天堂 是与中国和威尼斯进行贸易的经济强国 从另一个角度看 它是一个阴谋的丛林 被敌对派别 外国战争和宫廷政变所震撼 这就是说它什么都有高贵的和卑鄙的 进步的和倒退的 印度教的斯瓦加天堂与权力的游戏中的军 林城交织在一起 只有最聪明或最愚蠢的学者才会梦想在一本书中处理它的历史 据胜利之城报道 半神潘帕 坎帕纳就是这样一位学者 他是帝国的母亲 祝产士和总监督 他在一首叙事诗中记录了这个时代 然后封在锅里埋在地下 我们确信 胜利之城是潘帕的史诗 一个复合词 意思是胜利和失败的结义本 用更简单的语言重述 并从原来的24000节中剥离出来 如果结果是 虽然涉及和令人愉快 但很少困扰神的领域 这可能是一个凡人改写神的散文时发生的情况 顺便说一下 这个卑微的叙述者 从未被命名 但为了方便起见 并冒着让日光记录魔法的风险 让我们假设是萨尔曼拉什迪本人 他伪装成女神 化妆成文士 就像一套嵌套娃娃中最小的一个 或者是传统框架故事中多疑的制造者 我是卑微的作者 他告诉我们 这个老骗子 既不是学者 也不是诗人 而只是一个编故事的人 无论是否谦虚 拉什迪的第15部小说 都让他牢牢的回到了印度的土地上 编写了一部另类的摩赫婆罗多 并从历史的骨架上编织了一个复杂的建国神话 他对这项诗也乐死不疲 他的趣味性很有感染力 至于Pamper Campana 他既是调解人又是参与者 他被祝福 他认为是被诅咒了 他的寿命与帝国本身的寿命 1336至1565 大致相符 潘帕用一把豆子和秋葵的种子 种出了一座强大的城市 彼斯那家 他给居民注入了生命 亲手挑选了一个放牛娃作为他的国王 一个葡萄牙商人作为他的情人 但是 在真正的神话中 这位半神的权威是不稳定的 根据故事的需要 他的力量 有强有弱 经常受他安排在王位上的男人的摆布 有时他被人崇拜 更多时候他被人追杀 但由于他的性别 他被剥夺了 成为君主的机会 他承认 这个角色 是我最想要的 每一个未来的科幻故事 都不可避免的 与此时此刻有关 历史小说当然也是如此 在胜利之城的过程中 拉什迪不时的将他编造的过去 作为现在的一个窗口 有一些抗议活动让人想起 中国目前的白皮书革命 还有一个女主角正在推动性别平等 和宗教宽容 一个妇女既不戴面纱 也不隐藏的王国 然而 每当Pamper的任务似乎正在获得动力时 他就会破灭 我们很快意识到 Basnaga 与其说是一个宏伟的乌托邦项目 不如说是一个被进出的潮水拖动的海滩 每一个行动都有一个反应 每一个胜利都有一个失败 Pamper的历史弧线向着残缺绝望和重新调整的方向弯曲 如果这听起来是宿命论 那么其语气则完全不同 在页面上 拉什迪的图劳童话给人的感觉是积极欢快的 几乎是一种漫游 而且他以一种轻快稳定的速度覆盖了整个地面 胜利之城将历史人物与虚构的笑话结合起来 他用文学性的钟景拍摄了无数的支持性人物 从不给我们一个特写镜头 这样我们就能通过他们的行动和最基本的特征 聪明的人 好斗的人了解他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甚至这些人物也开始回响和重复出现 巨大的地马生下了几乎同样巨大的地马 而小乌鲁皮则生下了更小的乌鲁皮 这个葡萄牙行人不断的以新的形式出现 我已经受够了你的重现 长期忍耐的潘帕泰西道 此时他已经超过二百岁了 女神变得疲惫不堪 可喜的是 这个故事仍然很有活力 应该指出的是 拉施迪是在去年8月 纽约州肖突夸学院的舞台袭击事件 之前几个月完成胜利之城的 因此 他现在到达我们面前时 就像刚出土和卫装瓶的东西 这个关于一个努力超越敌人的世界建设诗人的故事 拉施迪的女主人公对危险了如指掌 但却沉浸在故事中 仿佛相信通过编织故事 他可以抵御邪恶 或者至少在他身后留下一些美好而持久的东西 潘帕接受了所有帝国 最终都会坍塌成灰的事实 他的结论是 语言是唯一的胜利者 而故事 在他们最好的情况下 可以战胜死亡 继续生存 鲁西迪的新小说《胜利之城》在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回归 显而易见 这是他去年在纽约受到严重攻击后 在公共领域 象征性的复活了他的文学天才 在另一种意义上 这部小说 标志着拉施迪回到了他的标志性风格 他喜欢在小说的大孤里搅动历史 幻想 神话和其思妙想的大胆混合体 凭空建造城堡 在他的人物身上撒下他邪恶想象力的魔本 在《胜利之城》背后 出力着《耻辱》1983年和《哈伦与故事之海》1990年等小说 但《弗洛伦萨的女巫》2008年的阴影才是最令人心迹的 这两部小说的背景都是历史悠久的时期 特拉格的兴衰有盲人诗人 奇迹创造者和女预言家 Pampa Campana主持 她的寿命长达247年 帕姆帕 卡帕那在9岁的时候就被 帕尔瓦蒂女神 赐予了不服老的天赋 她拥有监督几代人的独特运气 最重要的是 他是拉什迪名下城市的创造者和养育者 他用一把种子梦想出了这座城市 并用他的低语故事充满了居民的头脑 从预言的角度来看 胜利之城是对文字力量的热烈庆祝文字 是唯一的胜利者 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以及对文字拥有掌控权的人 但是这部小说也是对历史意义的一次头脑崩磅 我们如何在留给我们的事件记录中 真别真假 历史能够成为过去的原始大案吗 还是说 它是各种声音争先恐后的嘈杂声 在小说中最有影响力的段落之一 当Pampa Campana决定给V.J.Naga的人们 讲述他们的起源故事时 他选择了对他来说 最具有直观意义的解决方案 虚构 正如拉什迪在行动中捕捉到的那样 他在编造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种姓 他们的信仰 他们有多少兄弟姐妹 他们玩过什么童年游戏 并将这些故事通过接到 低声送入 需要听到他们的耳朵里 写下这个城市的宏大叙事 创造他的故事 现在他已经创造了他的生活 最后一个问题 在早期就得到了简要的回答 维甲亚纳加拉的王主布卡 森加玛 布卡森根玛 看着他们崭新的王国 问他的弟弟胡卡国王 下面那些人 我们的新公民 我是说那些男人 你认为他们是受割礼 还是不受割礼 对此胡卡轻蔑地说 你想下去让他们都打开他们的长衫 拉下他们的睡衣 解开他们的沙龙吗 受到责备的布卡回答说 事实是我并不关心 这可能是一种混合物 那又怎么样呢 可悲的是 事实证明 他的善意的冷漠 远远没有遇见到这些差异会造成的破坏 与百年孤独一样 胜利之城以一个巨大的结尾结束 虽然结尾不可避免地是黑暗的 但这部小说读起来却很愉快 从头到尾都被拉什迪 不有感染力的能量的浪潮所承载 营绕在读者脑海中的是 胜利的甜蜜回味 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作家之一 谢谢大家收看读书 我们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给读书 点赞 打赏 请期待 我们为您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